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日常生活中可是离不开它 比如说你们家住在30层 怎么上去 走上去吗 No 要坐电梯 然后比如说我想玩个游戏 没有电 肯定也不行对不对 所以 大家还有什么好的例子呢 千万别忘记留言告诉月儿 今天呢 月儿的任务就是 带大家好好了解一下 这个电路 首先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这个了对不对 这个呢 是一个纤维 但是它现在没有亮啊 怎么样才会让它发出七彩光芒呢 首先 就需要我们的电池 要把这个电池都装好 首先我要把这个放在 这个电路板上面 按好 装上电池 那该怎么样 让我们这个变成亮的呢 不用担心 月儿马上帮你解决 我要把灯装好 还要装上开关 然后把它们连在一起 现在只要月儿开通开关 大家看 这个灯就会亮了 然后 我再把它放在上面 这个光束就变成七彩的光束了 是不是很神奇啊 大家知道电流为什么要叫电流吗 其实电呀 就像我们的水一样 它是一直在流动 流动 它呢是从正极出发 流回 三极 所以我们电池上经常会看到一个加号 一个简号 加号呢 指的就是正极 简号指的就是负极 大家看这里加号出发 对从正级出发 这里这个灯呢 也要把它流入正级哦 然后再向负级流动 流回来 如果我把这个灯的正级和负级装反了 大家想看一下会有什么结果吗 好 我现在呢 把这个灯的正级和负级反过来 现在再次打开开关 这个灯就不会亮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大家知道了吗 电流的是从正级出发 流回复级哦 千万不要装错了 刚才大家跟着月儿 一起来组装了这个七彩光束 很多人说老师好热哦 没有关系 老师帮你来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要来装风扇了 准备好了吗 首先呢 我们先把风扇装好 大家看这个呢 电路的正级一定要连到风扇的正级哦 方向千万不要搞反了 把它装好之后 安上开关 开关同学 之后拿这些导线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让它们变成一个密闭的回路 大家看这样中间呢 就没有断的部分 对不对 现在只要我 打开开关 好漂亮对不对 嗯 非常的凉爽哦 这个时候又有同学说 月儿老师呀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七彩的光束 跟这个七彩的电风扇连在一起呀 当然可以啦 好 现在呢 月儿老师教大家如何组装 好了 现在呢 搭着已经装好了 我现在来试一下好不好 你看 现在不仅这个七彩的光在亮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 还有一个红色的灯 这里还有小风扇 前两个都是串联电路 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电路呢 只有一个圈 对不对 现在呢 我们来数一下 我们这个电路里面 有几个圈呢 看我的手指 每侧一共有三个 大家看 电池从这里出发 啾啾啾啾 然后到小风扇 然后再流回来 是一个密闭的小圈圈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 从这里出发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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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然后到这个七彩灯这里 啾啾啾啾啾啾啾 又流回到电池 是第二个密闭的圈 对不对 第三个是从电池流出 然后流到这个正极 然后流回来 好了 这样的围固有三个圈 就可以装很多小家电了 好看吗 怎么样 大家对这个还满意吗 老师 小明怎么了 今天是我生日 今天是你生日呀 同学们 要不我们给小明 唱个生日快乐歌 老师有主意了 小明这样好不好 老师今天给你做一个电子贺卡 现在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做做看吧 首先呢 我有准备一个秘密武器 先把它装好 拿导线 把它连接起来 之后 拿出老师的 动笔 只要老师啊 把它们碰在一起 小明 你的生日礼物就有了哟 怎么样 是不是超级神奇 其实这个原理呀 非常简单 老师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电流 可以流动 一定要是一个 密闭的空间 对不对 但是 像现在这样 它是断的 中间 没有连在一起 所以老师把它们连在一起的话 整个电路呢 就通了 所以 这里的音乐盒 就会放出 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 怎么样 是不是 非常简单呢 今天呢 悦尔老师就跟大家一起学了 电路这节课 学完之后 大家是不是觉得 电路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好玩呢 但是 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 用的这个电压呢 它是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对我们人体 不会产生任何危害 但是 如果我们在家里用的那种 大型电器 就非常注意了 因为那个可能会对我们人体 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小朋友 千万不可以乱玩 知道了吗 好了 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下课 今天的假如实验室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想让月儿 拍更多假如系列的影片 记得留言告诉我 你们想看什么主题的呢 到底是月儿 假如月儿是你们的好朋友 还是说 假如月儿是我的数学老师 千万不要忘记 留言告诉我哟 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 点赞和订阅我们频道 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 微博 微信公众号 想要跟林可家族 更多互动 千万不要忘记去 小恋玩具APP 好了 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了 拜拜 哇 好漂亮的星星 一拿出来就有惊喜 林可家族你们好 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 我住在江苏苏州 那可美了 欢迎来玩 还换了林可家族的图像 非常可爱 马树和昆昆看到了 不要生气 但真的很好玩 希望你们能在小恋玩具中 读我的信 谢谢你的来信哦 期待下次与我们多多互动